门外边客厅电视机 我就每天趴在桌上看电视 所以写个小行就给忘了看电视 这个看看就睡着了 第二天就来不及 这也是有一段经历的 再就是暑假作业 我暑假作业都给我写哭了 上三次年纪暑假作业都太多了 我记得最后是写作文 而且日期 暑假也好 写这个日期作文 我一天都没写 明天后天就开学了 在家我急着我让我妈忙去 我妈说我不能吃 急着在家哭 我说是怎么办 老师说我怎么办 到来我也想不通了 老师说我最后找我妈 老师说我妈 老师说我也是 然后最后也是给抵齐了 最后也是开学之后给抵齐了 最后也是开学之后给抵齐了